农村小哥剪石头 网友发来一个石头啊 打算叫小哥帮他切开 做一些珠子 这个石头从表皮来看的话 它很细腻也很光滑 然后打灯的话 从表皮上来看它没有透光哦 但是这边破了一大块 打灯的话有一点点的透光啊 应该是一个细腊 黄腊石嘛 它有一些它也不透光的啊 然后它这里啊 发现有一条红色的一条小小的色带 从这个敲口来看 感觉它这个肉剂也不算太干净那种 隐约的可以看到 好像有一点点小小的杂技的感觉啊 这边这一条啊 它有一些孔 有这个气孔 好像还有一边 我也看了一下 它这些有点线一些杂技的一些线条 啊 往这边一条条的过来的感觉哦 这个石头倒不是很大 然后玩友打算用来做珠子 我们就给它切断 看一下里面的干净度吧 好 我们给它来上一刀 石头干切了一刀啊 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 这个石头看起来还是很狂啊 来那位 刚才一刀下去啊 卖石的一瞬间 哇塞 这里面出现了一点红色 这个料子还是有一点杂质啊 因为这个石头网友打算用来做珠子的 里面有这一点小杂质的话 个人觉得问题还不算太大 因为毕竟这个石头它有这么黄 还带了一点红色 毕竟它也是天阳的嘛 因为天阳的东西有时候不能要求的那么高 只要它比较真实 属于这个石头的话 那它就是最美的一面 这一块主要它有红色跟黄色 所以说这一点小杂质 根本阻挡不了啊 如果是它里面颜色也不黄 也没有这个红色 还有这个杂质的话 那肯定不值得玩了 还是那一句话 石头喜欢就好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了 每天也能分享美食啊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了